在壯闊的古生中 华旭MOD共同宣布 7月1号起全台120万MOD用户 将可收看互动新闻 民众只要使用遥控器 就能一边看新闻 一边获得更多资讯 新闻里头正在播出 如何增加代谢达到减重效果 这时候只要你遥控器按一下 互动区就会跳出更多资讯 旁边的富士窗还会教你 如何轻松减重 那你不用急着找纸笔超重点 副总统萧冠长今天也出席启动仪式 他表示透过互动新闻的推出 相信可以提供观众更优质的服务 带给民众更好的生活 台湾传播科技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华市副总经理陈生清也很骄傲地表示 华市的互动新闻将可完全颠覆 传统看新闻的方式 今天之后呢 我们又开始互动新闻 这又是全台湾电视台里面的 另外一个新的创举 台湾洗发机叫郭根卢采访报道 金卢采访报道 谢谢你